萬眾期待的招商衣雲水岸13棟終於接受認酬了 無論你買93棟的3房或者123棟的4房都可以看到無敵頂 就是 喂阿姨,星期日去HiKey了 不Hi,我現在很忙 你很HiKey 我不Hi,現在我們正在做這個特價單位 這個 我們一共有8個特價款準備介紹給各位 8個順款這麼多? 不錯,我們不如星期日2點半直播見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是我V家純水泡的Daniel 今天我們又來到招商衣雲水岸 首先恭喜我的客人已經準備可以收樓了 以及已經收樓了 而現在13棟等了半年,他們終於拿出來賣了 而且是現樓 但未確定這個收樓只是多少 而且有細積的93棟和大積的120多棟 在美景單位裡面可以看到有細積 即是在新區的樓盤裡面實屬行有 我們今天立即看看究竟這個90多棟的細積 和這個100多棟的大積究竟是漂亮得怎樣 為什麼我Danny會說這個樓盤 是唯一可以跟華僑城的美景匹敵樓盤 一會兒上去見到你就知分曉了 我們現在go 我們現在不是說 現在又不是很得意的 我們現在go次廣告是 那些是一位最長的孔 我們現在就是回到西島 總共有多棟的地方 我們混在一起 我們有很多人的面子 讓興建擇 我們禁止 我們現在有很多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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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現在我們上到13層的頂樓 可以先看看 我最喜歡靈異戶型 當然要先開箱靈異 進到廚房 這個房間 到時候在這棵牆封起來 那裡打走了之後 就成為了一間房 看看這間陽光房 買半送半的陽光房 看什麼 就是看山景 和部分的河景 當然這個房間當然不是最美 我們先看這個露台 哇這個露台 無敵了 Come on 第二天屬於你的景觀 景觀塔就在你眼前 喜來登酒店就是你的配套 還有下面是一個 長尼江濕地公園 晚上吃飽飯 可以去跑步也行 去散散步也行 而在遠處就是長尼江 和摩洪橋 還有看到那裡 有個湖 那個就是顯陽湖 而且顯陽湖後面就是我們頂湖山的山脈 有山有水 好住空氣好 而那個城市景觀 你看這邊 其實隔壁就是體育館 這個人想說的特點就是體育館旁邊 這裏以後 等那些寫字樓起好 其他樓盤獨逐入火 晚上萬家燈火都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12戶型 十三動靈熱 你可以看到城市景觀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自然景觀 就是你八天晚上都有不同的景色 那我很喜歡的 那露台呢 旁邊這裏 是連通著一間小房的 是的 這間小房就是用露台的景 那但是呢 看看你床頭位放在哪 那床頭位放在哪 那床頭位放在這一邊的話 那主要反而是看回這個城市景觀 看回起來燈那一邊 是的 這樣的 那但是如果你將來床頭放在另外一邊的話 放可能那一面牆那邊 那反而就是看回這個山景了 那到時你自己去想回哪一邊 那我看完主人房了 那主人房 那主人房 那就是景觀 那又看到一大片的山脈 那這個是無敵的了 那總之十七十八樓呢 景觀是基本上差不多 十八樓是頂樓來的 好 然後我看回兩個小房先 那第一間的小房呢 那主要呢 就是看回遠處的這個山脈 和江景 因為呢 前面一棟 一棟的頂樓呢 只有十四樓而已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身處的十八樓呢 是可以看穿出去呢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遠處的山景 那樣的 那我們看回那個飯廳和那個生活露台 那飯廳主要就是望樓景 但是如果我走到這個生活露台呢 就是望回這個山景了 和剛剛那間房其實差不多的 望水系啊 就是那個江邊 和那個濕地公園 和那個頂樓山的山脈 那我們呢 低低頭看一看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內園 我們的泳池 和我們的別墅區 那由於前面呢 一棟呢 它的頂樓是十四樓而已 那所以呢 那我們這裏十八樓來的嘛 可以很清晰地看穿出去的 那對面一棟呢 有幾個業主都是我的客人來的 那到時可以和我的客人say hi 都可以的 然後我們去看看03、04了 勢積都有無敵景 好 Follow me 好 我們看看03先 哇 哇 真的 心情好開 好 好 怎麼說呢 看這個景色 就心情很平靜 很平和 好像覺得呢 那些煩惱都沒有了 那樣的 因為這個景色很漂亮 我很喜歡那些這麼寧靜的地方 但是也有配套 因為呢 到時那個景觀塔下面是商場 買就很方便 這些才是 旺中大靜的地方 確實非常之不錯 旁邊呢 是十四十五棟 來的 因為他們呢 頂樓好像都只有十六 十六層 不知道是十四層 所以現在我們站在十八樓呢 我們可以看穿出去的 那麼 他就對我們沒有造成很大的遮擋 轉一轉身這邊 就是看那邊的山脈 那麼 轉一轉這邊 就是看回顯陽湖 那十八樓呢 看到這個顯陽湖呢 就很大的 那麼 那麼 還有下面的光景啊 濕地公園啊 好舒暢 那廚房的生活露台呢 沒有東西看的 看樓景和看馬路 就不進去了 那麼我們看一看 這兩間小房先 那其中一間客房啊 就是和這個露台是看相同的東西的 那我就不再那麼長期說多次了 總之就是水景 那看回主人房了 那主人房呢 第二天你的床頭呢 應該就會放在這個地方的 那麼如果呢 我床頭睡了之後呢 我主要就是看回遠處的山景啦 那麼近一點呢 就看到一點點西江 還有看這個顯陽湖了 那麼大個顯陽湖呢 讓你全看了 那這裡呢 然後呢 長利江就很顯眼啦 因為它的江邊都比較闊落的 那麼這裡就是 在眼皮底下就是濕地公園了 那麼 很長和很寧靜的感覺啦 那麼呢 03這間小房呢 街的房呢 這裡到時是封回來做門 這床場要打走它的 對了 那麼打走了之後呢 再封了窗呢 那就是一間書房了 或者有人做一間兒童房也可以的 那但是這間房 03的這間小房呢 買半送半房是沒有東西看的 因為不如看回樓景看馬路而已 那我們去04看看啦 其實主要的景觀來說呢 0304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因為其實兩個露台是靠著的嘛 所以你會見到04呢 都是看回顯陽湖啊 看回長里江 濕地公園這樣 還有遠處的山脈 但是04有一點點的特別就是呢 轉角的 這個轉角是值錢的 因為對面呢 我真的不知道對面是頂上多少 應該一照這樣看 應該是16或者14而已 所以我們都是看穿出去的 這個04 可以看那邊的山脈了 04這個好處了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有個4字的 買04是ok的 它轉角的露台也挺漂亮的 那接著我們來看看 這個04的廚房 它採光會好一點的 因為這邊是西邊 但是同時意味著這邊會熱一點的 那但是生活露台 確實是漂亮的 04的生活露台很漂亮 都是看遠處的山景 也都可以 低一點點頭 就看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別墅區的位置了 好看一下房的位置了 這是一個廚房 好第一間客房 第一間客房主要和露台的景觀是一樣的了 又是望顯陽湖 水景 塞地公園 山景 那我們看一下主人房 主人房到時候呢 你的床頭位 應該是在這個位置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 睡醒起來 就是望著顯陽湖 望著牆地江 望著下面 濕地公園 那還可以呢 早點起床的話呢 走下去跑兩圈 身體都好些 那也都見到 好像個聚寶盆那樣的 你會見到呢 那些山脈呢 是包著河流 包著個湖的 那我覺得呢 聚水嘛 聚財 就是我自己這樣理解 但是呢 但是呢 無論你信不信風水都好 這個位置呢 看上去都是給別人很舒服的感受 因為景觀開揚 視野又廣闊 那個人呢 會很平靜 還有現在呢 看到遠處的雲呢 那一幅山水畫 非常好 那最後呢 說回這間小房 這裏是整個門 這棵牆打走 然後就變成了一間小房的了 那這間小房呢 最後你自己封窗的 那封了窗之後 這間小房呢 都是看出山景 還有這個光景 那當然啦 那這間小房呢 唯一的缺點就是西邊 那不過呢 它的窗呢 就不算很大 因為你封的話呢 你應該都不想見到這些冷氣的嘛 基本上你的窗就開到這裏而已 那所以呢 反而西邊 還可以透一些光進來呢 都是誤創的選擇 就是熱一點點 那我們看看 單價最便宜的01 單價不是總價 總價它一定貴的 因為它是大職來的 好 我們看看01戶型 看回露台先 那為什麼呢 會便宜一點呢 很明顯呢 01單位呢 其實它是會給隔壁的14、15棟呢 遮一遮景觀 起碼遮了一個室地公園先 那但是幸好 我們現在呢 是在18樓的頂樓來的 可以望穿出去 那就沒有那麼影響的 那但是呢 01單位最大的特點就是呢 它轉角這裡呢 就可以望出去 視野景觀了 看回江邊 看回山景了 當然啦 就真的沒有 020、030、040這麼漂亮的景觀 但是呢 在我這個 這邊看山景 那邊呢 就可以看回顯陽湖景 就是我手掌的這個位置 就看顯陽湖景了 但是呢 這裡可以看下別墅 這樣啦 所以 便宜就有便宜的道理了 那一會兒我們都會回到中樓層去看看 那如果可能真的去到那些十樓十一樓的那些 就絕對01單位就會給這個十四十五樓遮一遮的了 那所以就一定要只能這樣側身去看這個山景水景了 那我們看看這個房間先 這個小房 和露台呢 share同一個景觀 那這間呢 第二間客房呢 確實就沒有東西看的了 那 就要靠低一點點才看到那個泳池 那就是看回軟處的樓景 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就 好 接著我們再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景觀呢 我床頭位就在這裡了 就是看著顯陽湖了 那裡 網紅橋後面就是顯陽湖來的了 那所以你01單位 你想要美景的話 你一定要買十七樓或者十八樓 最好就是買頂樓了 因為現在我們身處的十八樓頂樓 就是絕對是 沒有問題的 那些景觀是 那還有呢 很多客人會擔心會不會很熱 會不會很什麼 那首先他會做了一個 比較厚的隔熱層 那還有呢 我站上來這裡 視頻師可能要拍一拍給大家看 那我指著那裡 就是遮陽板 你可以想像成為 它就好像擔了一把傘 幫層樓擔了一把傘 遮一遮太陽 讓它會曬下來 不要那麼熱 那所以01單位 它的最大的亮點 一定是便宜一段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買不介意要側身 才可以看到山景水景 那其實01就是經濟十位的戶型 因為始終這個小區 配套已經很完善了 那我們去看看 那些中樓層 我們應該要下11樓的 去11樓看看 究竟這四個戶型有什麼不同 如果去買一些中樓層 或者中低樓層 會不會差很遠 我們立即去看一下 分曉一下 看完高樓層 我們現在去到這個 11樓的中間樓層 來看一看 究竟那個景觀 是不是也是這麼無敵 哇 現在我們是02單位 看出去 哇 舒服啊 正啊 因為前面都是永久景觀 不會再起樓的公園 所以這裡看出去 一樣是這麼開揚的 景觀塔 酒店 山脈 和某紅橋 和我們眼前的這個 室地公園 都是非常開闊 看出去 晚上太陽館 閃閃發光 真是正 景觀也是不錯的 看完主人房 十三棟 果然是樓王單位 真是樓王單位 有其中一間房的景觀 和楊潭是相連的 和楊潭是share同一個景觀的 好 接著看看主人房的位置 哇 不錯 我看這麼多的樓盤 一去到那些10樓 11、12樓 基本上都是望遠景的 而招商伊雲水岸的中樓層 都是給你永久的景觀 所以這個十三棟 為什麼呢 我一直一直都這麼強調一定要買 就是這個原因 買中樓層也沒有錯 接著看一些飯廳 其他兩間房是望什麼景觀 那 十三棟的中樓層 這是11樓 那你就可以 這間客房 看泳池的景觀 因為現在這個動數不是很高 所以看泳池也不用太低頭看這麼辛苦 平時看過也能看得到 所以也很不錯 而且這間客房 看這麼漂亮的景觀 看這麼漂亮的內圓 又可以看別墅 還有床頭的位置是看山景的 有三個景觀給你享受 泳池內圓山景 那接著我們就看飯廳的位置 那飯廳是瀨瀨不對樓的戶型 一開窗就很通風 那十一樓確實是都很不錯 那露台 這個生活露台 就是去看泳池景 看那些別墅 還有看遠處的那個 頂湖山的山脈 還有這些 那些橋 晚上亮燈 發光都很漂亮的 很開揚 那樓間距很闊 所以你不要以為 十一樓就沒有東西看 因為這裏的設計 是非常之佈局 那些流動的佈局非常之好 很理想 所以基本上 你每一間房 十三棟的 這個02戶型的每一間房 都有不同的美景看 確實是 貴是有道理的 那大家看一下中樓層的03和04戶型 那我們現在進來03這裡 那03呢 最大的特點都是 正南向的露台 望出去這邊 就是無敵的濕地公園景 沒有遮擋的永久景觀 那還有這條長尼江 就在你眼前 那也有個網紅橋 那還有後面的 凌陽山的山脈 那那裏呢 那裏呢 你見不見到呢 有個湖的 其實那裏就是顯陽湖了 那我去看一下 03的房間 看什麼 嘩 嘩 第一間客房 和主人房 都是看這一個景色的了 超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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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這間我建議用來做書房會好一點 03看完了 我們去看一看04 04有點不同的地方 因為04先出來的露台 04特別的地方 它是做了一個轉角的位置 有一個轉角在這裡 所以這邊跟03有望的東西 因為兩個挖著 但是04在轉角的位置 轉一轉身可以看到我們少許的別墅 還有望遠處的山景和一個橋 但是04有一個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你會給前面14、15棟遮了少許 正望的話 你跟03看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側身呢 你就會望到14、15棟 但是同時也多了一個山景給你的 看看你自己怎樣取捨 其實我覺得03、04都很漂亮 沒什麼所謂 看你喜不喜歡一個轉角的位置 我們看看04的廚房 04的廚房其實是會光晚一點的 如果下午的話 因為說真的這邊是西邊 但是呢 走出來的生活露台 你會見到是很美的別墅景 也是光景 這個就是04的廚房的位置 比03優勝的地方 但是呢 就是那個方向會熱一點 因為西邊 好 主人房 主人房這裡呢 都是無敵的 景觀這裡 如果我的床頭位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就是望到橋 望到顯陽湖 望到江景 望到我前面這個濕地公園景 以及望到喜來登酒店的 雖然這裡是11樓 因為呢 它的水系是很龐大的 這個攝影新區 還有很多濕地公園的 所以其實這個花園特別一點 它設計也設計得很好 你11樓 都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景觀 還有11樓的中低樓層呢 中樓層呢 你知道價錢是便宜一點的嘛 好了 現在看完最後的小房了 這裡到時是門來的 這幅場要打走才可以變成一間房 到時進來了 裝修的時候封個窗 這間小房 望回出去的景就是我們的別墅景 還有望回前面的濕地公園 江邊橋和鼎湖山的山脈 非常之漂亮 最後來看回01單位 跟02的戶型一樣 只不過那些景觀不一樣 我們先看一個露台 為什麼01的價錢會便宜一點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前面有14、15棟擋一擋 所以它的價錢就十位很多 但是呢 當我一轉身 轉過來這邊 我一樣是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江景 前面的濕地公園 我們的別墅區 以及遠處的鼎湖山的山脈 其實都是ok的 我覺得都 因為它的價錢便宜了 而在這個13棟和14棟中間 其實我亦都可以看到江景和顯陽湖景 在這個縫隙裡面可以看出去的 我覺得這個11樓 其實比起很多其他新區的11樓 已經是漂亮很多的 真心說一句 哪有望遠景的中樓層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觀 沒有的 很多其他樓盤的11樓是沒有東西看的 頂散樓最漂亮的是看泳池 很多都是泳池都看不到的 而我們這個伊雲水岸的13棟的山脈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觀 我覺得都算是這樣的了 而且這個露台是連通住一間房間的 其中一間小房間 那我們看看第二間房間 第二間客房 這間客房真的沒有東西看 真的沒有東西看的了 這間客房主要是看我們的泳池 什麼時候我的要求會變得這麼高 看泳池都說沒有東西看 這間房間就是看泳池 很開闊的圓景 因為已經現樓了 有些業主過幾天就要收樓了 他們過來提前看看自己的花園 每個人一來到都說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真的很開心 我感受到一些准業主的開心 我們看看我的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的話 我床頭在這個位置 我就可以從這個13、14棟的間階位 去看遠處的江景和這個山景 最後就說回這個01單位 雖然景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但是當然它的價錢也是比較實惠 其實我所說的沒有那麼漂亮 只不過是因為旁邊的02和03和04 太漂亮了 所以令到這個01有點失色 但是如果對比其他樓盤的11樓 看內容的11樓的話 這個已經是超100分的水準 所以如果你想買回伊雲水岸這個 那麼實在的樓 已經是現樓 什麼都給你建好 已經有一定的配套 還有有美景 又想實惠一些 01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美景看完了 今天這段影片是一個純粹預熱的影片 那麼我們更加多的details 會在我們星期六的直播裏面 和大家談的 那麼到時還有一些特別的優惠 放給大家 還有應酬 現在已經開始應酬了 那麼如果大家對有興趣的話 歡迎打我Daniel的電話 979-44382 979-44382 WhatsApp我或者打電話給我都可以 那麼我會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今天的節目差不多 我們星期六直播見 拜拜 下集團